這個忙起也很多喔 對 這個算是水麻科類的啦 對 然後也是在比較濕潤的地方 或是比較靠近水的地方會有 那等一下會給你們介紹 就是比較有那個 葉子比較長條 好像是那個 長跟芷麻 長跟芷麻的那個葉子比較長 等一下給你們看 然後它其實算是我們泰雅族的 我們說的魔術林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每次 就是爸爸啊 或是叔叔他們要去攝影啊 他們會就抓了幾片葉子 然後沾一下水之後就搓螺 搓螺之後 它就會塗在它的那個水徑那邊 然後再過水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 就會有一層保護膜 它那個保護膜的功效就是 防霧跟防水的 那所以就會很亮 那我們就說 它是我們泰雅族的魔術林這樣子 就是這個 長跟芷麻 你看這個葉片啊 你其實把它搓就 因為太高太矮喔 如果你把它搓一搓的話 後 它會有一層黏液在這樣子 對 是這個嗎 嘿 好可愛的昆蟲給大家看一下 這應該算是金龜子之類的 我們這邊金龜子的種類也非常非常的多 有一個金龜子 它是全身黃色 然後六個竹是黑色 那個叫做大黃金花蟲 然後它很喜歡在棲樹上面生活這樣子 這顆喔 就有一點像什麼那個什麼 人家講的鴨子吃的那個草有沒有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植物 對對對很苦喔 但是我們老一輩的老人家會去採它 然後汆燙之後呢 然後再用鹽巴這樣子吃 他們說有降血壓的功效 對很苦喔非常的苦 好可愛喔 很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